貪狼對面如果是連針這顆星 那它會是什麼樣子 很多人在學星藥的時候 他都會學貪狼是桃花 貪狼有什麼什麼什麼的意思 事實上就很容易有一個誤解 他看到他自己是子貪同工 子惟跟貪狼同工的時候 他會覺得說 老師我是不是貪狼作命 不是你是子惟作命 因為雙星的時候 要把前面的顆星圍住 然後有很多人緊張說 老師原來我是薩波狼 我是不是人生很動盪 不是 因為第一薩波狼的人生 不見得會很動盪 講說薩波狼就很動盪的 這本書就可以拿去丟掉了 因為那個講法只是說 七薩波狼跟貪狼 這三顆星坐在命攻的人 他比較會遵從自己的意向 跟自己的慾望 古代人就覺得這樣子的人不信 因為古代人什麼事情都要乖乖的 什麼事情都要好好的 完全是不能反抗的一個社會 所以只要是不乖的人 他們就覺得你的生命是動盪的 但是問題是 這個年代是一個越動盪 才有越有成就的年代 即便是七薩破菌跟貪狼 真正的殺破狼 基本上要單星才算 也就是說你的公衛裡面 要單獨一顆七薩星 或單獨一顆破菌星 單獨一顆貪狼星 這樣才算 如果是兩顆星的 那個其實都不能算 那即便是這樣子的人 也不見得就會生命很動盪 譬如說七薩對公是 蓮真天府的那一柱 他做天樓地王閣 然後對面有蓮真天府幫他照顧著 他也盪動不到哪裡去 反而這種人的個性其實是某個層面上來講 他是穩定的 他只是說有某一些固執的脾氣而已 總之呢 我們回過頭來 我們就來看說 當我們在講貪狼這顆星的時候 主要在敘述貪狼的概念 其實都是貪狼獨作 也就是貪狼自己一個 一顆在公衛裡面 自己一顆在公衛裡面 沒有其他的祖星 當然輔星那個不用管他 如果是雙星 那其實是貪狼這顆星的特質 去幫助前面的顆星 譬如說你有無曲星 那無曲星為主 可是你加上了貪狼的這些特質存在 我們今天就繼續來介紹 貪狼這顆星 他主要在夫妻宮 他基本上的概念是什麼樣 上次在午餐對公影片 我們也跟大家提到一個很重要的觀念 就是當你在學星藥的時候 除了你要去理解說 雙星通常要去看前面的顆星之外 另外一個更重要的概念就是 星藥的表現 其實都要看對公 貪狼這顆星 它基本上就是欲望之星 它很多很多的欲望 很多的想法 貪吃貪喝貪玩 要幹嘛幹嘛 很多很多對人生的一些企圖 那他如果放在夫妻宮 就表示他的感情上面 有很多的想法 慾望 有很多的企圖 可是這些慾望 想法企圖 也就是說每顆星 它自己展現出來的那個特質 那怎麼展現出來 其實是要看對公 對公都是 你怎麼去展現出來 因為你的內心層面是這個價值觀 所以你去展現出來的 就會是 對外展現出來 會是那個樣子 這一次我們來介紹 貪狼對面 如果是連針這顆星 那它會是什麼樣子 貪狼 我們就講它是欲望 它如果在夫妻宮 它對感情是有所欲望的 這個影片主要在介紹本命盤 運線盤 當然運線盤它的影響 但我們從簡單的本命盤開始 拿到本命盤 你如果了解 你就可以知道說 你這個人的個性是什麼樣子 基本的個性 本命盤的夫妻宮 只會去代表了 你對感情的基本價值 不會代表現象 傳統很多的講法說 你夫妻宮是什麼心 你老公就是像破君這樣的人 像炭狼這樣的人 對不對 這個通常是不對的 你只能說你喜歡這類人 習慣跟這類人相處 被這類人吸引 不等於你老公就是這樣子的人 對不對 你們那麼多人都喜歡劉德華 現在我的網友比較年輕 彭于晏對不對 你老公像彭于晏嗎 我才不相信 喜歡跟他是 這是兩碼的事情 當然因為你喜歡 你就比較容易碰到 那在古代 因為感情很單純 大家談兩次戀愛 差不多就結婚了 談一次就結婚了 所以他就比較容易偏向那個樣子 實際上 就算他不是那個樣子 因為你喜歡那個樣子 當你結婚之後 你也把他教導成那個樣子 所以他最後就會 好像這樣會做 可是實際上不可以這樣看 因此 本命盤 我們看的就是一個 基本的態度跟價值 我喜歡這類的人 因此本命盤的夫妻公 討論的就是 我喜歡的類型 然後我在感情裡面 我的彼此對待的態度 所以貪狼 在本命的夫妻公 我們會講說 他對感情是有所期待的 很多的欲望 他也喜歡一個懂吃懂喝懂完 有很多豐富生命歷程的人 這是本命盤 貪狼心在夫妻公 基本的概念 至於我要怎麼去追求這樣子的人 跟這個人懂吃懂喝懂完 可是他如果亂吃亂喝亂玩 就要看對公是什麼樣子 上禮拜的舞曲 會讓這顆貪狼心呢 即便他希望他的對象 感情很豐富 然後很浪漫 可是也不可以亂來 要誤施的 不斷去審視說 我這樣子是不是過頭了 我這樣子是不是太浪漫了 因為他有個誤實的舞曲心在那邊 當然你們現在是會想說 老師誰不希望自己有個浪漫 而又乖巧的男朋友 這東西是這樣子啦 如果說你對面是舞曲心 你就會認真的做這件事情 有的人他會知道說 他不該去追求一個很虛幻的東西 那舞曲心的人他就會告訴他自己 可是如果呢 今天你的對公啊 不是舞曲心 是連真心 這件事情就不一定了 連真心這顆心呢 基本上是一顆 花氣為球 它是一個在斗樹裡面 大家很難去掌握的心藥 難掌握的原因 主要是來自於說 每一顆心呢 我們在講到每一顆心 它的心藥的本質 就看到化氣是什麼 連真心化氣為球 約束的意思 但是呢 當連真在化劑的時候 那個約束力就被打壞掉 人就是這樣子 你那個被管很久 突然中間有一天不管你的時候 你就會像野馬一樣 連真之所以不好學 是在於說 它是一個很迷人的心藥 當他把自己的情緒約束得很好的時候 他就變得非常棒 聰明 然後急止反應快 但是控制得不好的時候啊 他就會做出跟大家難以想像的事情 奇怪你平常看起來不是 還不錯蠻乖 怎麼會想這種亂七八糟的事 當他化劑 或者碰到煞行的時候 我常常會形容連真心的人 像日本人或德國人 全世界啊 大家都會知道說 德國人是一個很嚴謹的民宿 跑車 最早做出飛彈 出現殺人魔對不對 日本也是啊 很嚴謹的民族對不對 就拍了一堆 大家感官刺激上面 很刺激的愛情動作片 也是他們 就是連真就是一個 像這兩個民族一樣一個很大極大的落差 當我的貪囊心是我的感情的態度 我有很多的夢幻的想法 跟很多的慾望的時候呢 那我的對公是連真心 這個時候我就要看那顆連真心呢 有沒有辦法好好約束我 如果沒有辦法好好約束我 那我就很浪漫的 不顧一切去追求感情 如果可以好好約束我 哇那就非常的好 他沒有像吳曲那麼的呆 他一樣 他魅力四射 充滿了各種的才華 想像 浪漫 這個充滿了慾望的貪囊心呢 如果他對公是連真的時候 我們就要去注意 那個連真心啊 他有沒有出現問題跟狀況 那連真心有沒有出現問題跟狀況 基本的邏輯就是 連真有沒有畫技 有沒有碰到煞 連真跟貪囊 他一定固定會在這個位置 那煞星呢在這個位置上面呢 煞星啊他只會碰到陀螺星 或者當火星跟那個靈星 情形是不會碰到的 當他在這個位置上面的時候呢 他碰到陀螺星要不就是感情的糾葛 通過畫技呢 就是啊他自己對 感情跟慾望上面呢 有一些比一般人更多的期待 那有更多的期待的時候 如果當浪漫走的不太對 然後有很多的機會 或是他身邊的機會很多的時候 當然他就在情感上面 比較容易有混亂的狀況出現 除了這顆連真心之外呢 再加上一句話要注意說 貪囊星他自己本身的四花 天甘為甲的時候 也就是這個人他所出生的 出生的生年是天甘為甲 我覺得他是甲子年生 或甲午年生 連真心呢會畫露 這邊還有一顆露存 這一組的人啊 他其實就會非常乖 你就會發現啊 他感情豐富 那個在情感上又浪漫 然後對待你還不錯 但是很乖 比舞灘對狂還要漂亮 那當然啦 當然那個 有的時候會擔心說啊 有時候會擔心說 他如果啊 在運線的時候 有畫跡走進來的時候 那他在情感上面啊 就會變成 對自己的約束 可能他自己覺得 比如他同時愛兩個人的時候 他覺得沒有啊 我也沒有背叛另外一個啊 我還是把另外一個照顧好 當然有可能有這樣的小風險 但絕大多數呢 這都會是個非常好的情人 聰明幽默風趣漂亮 要長得帥的 或是那個浪漫的 或是對你很好的 大家這邊都會有 走假的時候會是這個樣子 那還有一個情況是 是你本命是這個 但是呢 你運線走道 他現在走假的時候 這邊有連真畫露的時候 也會讓你的感情 相對會比較穩定一點 當他是霧的時候呢 貪囊會畫露 很多人都會問說啊 這個所謂的連真清白格 到底是要同工才算 還是商務聖有就算 基本上他至少是要連真畫露 或是連真在露存 三方式陣力量會差很多 所以當他貪囊畫露的時候 這邊不能視為連真清白格 有煞季進來的時候呢 他還是會去影響這個連真清 而更不要講說 當他貪囊畫露的時候呢 這是我的夫妻公嘛 費用戴的露 就表示你有滿滿的感情 豐富的感情 怎麼樣會有滿滿的感情 豐富的感情呢 我們講說四化是隨心耀而來 所以我本來就有很多慾望 這個慾望造成我有滿滿的豐富的感情 展現出來在對面呢 對面一定是管路工 讓我在工作上面呢 有很好的人員 很好的機會 當然也就會有很容易的 有各種職場上的戀情 這個時候你想想看 如果當這邊出現煞棋的時候 是不是就很容易啊 在工作的職場上面啊 有很多陰陰陰陰跟桃花 這一組當貪囊在畫露的時候 才是我們真正在講說 那種貪囊心啊 有很多的外緣 跟很多桃花這樣子的組合 走擠的時候呢 貪囊畫拳 那貪囊畫拳的時候會不會是這個樣子呢 某個神面上要怎樣也會 畫露跟畫拳的差別在哪裡 畫拳他需要他的東西穩定 也就是說 我希望我這個浪漫的情懷 跟很多的異性的外緣呢 是要夠穩定的 我要能夠控制的 貪囊如果畫露的時候呢 他的這個陰陰厭厭 反而比較是那種逢場作戲啦 大家開心就好啊 那畫拳呢 他就會變成 他是比較有控制的 也就是說呢 我確實要劈腿 我也不是劈來陰陰厭厭 逢場作戲就好了 我要劈來一個 就真正可以固定穩定的 對公呢 這個連針的時候啊 他其實就要相對來注意 就好像我的內心啊 有一些規則在控制我 那這個時候規則如果被打壞了 打壞了 這種東西是 陡數上面一直被人家忽略的事情 就是啊 我們的教育裡面啊 不習慣說人啊 有這種相對應性格 他會覺得說 控制就是控制 他會忘記說啊 喜歡控制的人 當規則被打破的時候 他不會覺得他規則被打破 他反而啊 會要努力的去守那個規則 所以我們常聽到很多那種 會去家暴 或者是會去對女朋友怎麼樣的人 你實際上你去看他 他其實一定會告訴你 他很愛他女朋友 那你沒辦法理解你這麼愛你幹嘛要打他 就是因為很愛所以我要打他 如果貪囊他在那邊畫圈 然後連真這邊有太多的殺技出現的時候 他其實就會有某種程度啊 他在情感上面呢 他要有幾大的控制權 並且會不計一切代價去控制對男情感 那甚至會有所破壞 當然大家也不用這個時候馬上拿阿牌說 我那個連真的有好多殺技了 老師怎麼辦 如果是你的話 你當然就不要這樣做就好了 如果是你男朋友 這我們還是要講 這個東西叫本命盤 那本命盤不見得他有機會這樣做 而是他會有這樣子的個性跟態度 再來 再來 太男化劑 很多的書在解釋太男化劑的時候 都會有很極端的解釋方法 也是大家很不容易去掌控好的 有的書告訴你說太男化劑因為空缺 所以他的感情會有問題 他的花心會亂來 像我們就比較跟大家講說 太男化劑反而是乖的 因為他不知道該怎麼辦 那怎麼去分辨這樣的情況 你就要看說他對公是什麼性 如果是這一組的話呢 他就比較會偏向 他會想要找更多更多的機會 因為我們講說化劑的新藥 通常他要去對公去尋找解決的方法 所以說我太男化劑 我在情感上面有很多的空虛 我很多的需要 我很多的期待 而且這空虛跟需要跟期待 來自於太男 也就是說我常常會覺得說 我現在有一個女朋友 可是這女朋友不夠溫柔 人沒有完美 他總是有一點點缺 可是我就希望他可以這麼的完美 或是有一個女朋友 但是我也希望還有別人來關心我 有這樣子的空虛存在 我會有所期待 但我不知道該怎麼辦的時候 我就想辦法到對面去找方法解決 那對面是什麼 對面是連真心 所以我想辦法就會在我的工作上面 在我的人際關係上面 希望讓我透過我的聰明才智 透過我的機制 能夠有更多的機會會出現 這個時候如果他是畫路 那當然就很好 如果他不是畫路 這個太男畫機這邊不會畫路 有運線 你就要去擔心他 是不是會有煞機心跑進去 當運線走來 有煞機心跑進去的時候 他就容易在情感上面 會有一些問題會出現 會去做一些 可能一般世俗上面會覺得說 不穩定 不乖 不好的選擇 畫機跟畫路 這中間的差別在什麼地方 好像聽起來畫路畫機 當連真心出現狀況的時候 好像都感覺上 在情感上面都會比較有很多的追求 很多的想法 甚至會造成好像會劈腿 差別在於說 當他是畫路的時候 那個追求的過程 因為慾望而產生了好處 追求過程他會比較開心一點 那畫技的時候 在那個追求的過程中間 他其實自己內心有諸多的折磨 不管他有多少機會 他其實午夜夢會時 他還是覺得自己是孤單的 因為他的內心是空虛的 那畫路呢 畫路就是追求完他就很開心 以上呢 是我們來介紹那個 如果貪狼心在夫妻宮 本命盤上面的時候呢 當你碰到一些貪狼基本的四字化 他會有什麼樣的狀況 然後對應上對面的這個連真心 會有什麼樣的狀況 如果大家覺得很不錯 我們就努力的把貪狼心講 你也不要覺得說 老師可是我的夫妻宮是天象星 那你什麼時候要講到天象星 不要這樣子想 貪狼心要再認真聽 為什麼 因為啊 雖然我們講的是本命盤 可是呢 如果你有去看我們其他影片 你就會知道說啊 大限是十年的現象 流年是當年的現象 你也可以簡單的把本命盤的概念 套到運線盤裡面去 你的盤上總是有貪狼心 他總是會有一年或是一個大限 走進去變負氣共貪狼嘛對不對 你就可以去想說 哦原來我在今年 會容易碰到這樣子的人 或者是我在今年在感情上面 會有比較多的想法跟慾望 而且有花季進來 我會覺得 空虛寂寞覺得冷 想要再躲來一個男人 謝謝大家